隔了两个星期没见 又来到星期五晚九点 TGIF 首先要跟大家说一句 辛苦了大家 因为今天都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星期五 希望这一刻 看着这个节目的你 是安在家中 舒舒服服的 因为接着这趟旅程 跟大家与神同行 不过有点少说话跟监制说 想不到隔了两个星期 我想你的节目要改一改名了 因为今天这位嘉宾 只是赛马KOL 是不足以形容他的 今天这位嘉宾 是讲任何体育他都行 欢迎我们的金句KOL 贵神 谢谢Alex 谢谢贸会 其实上季都跟贵神做过一次奉务 享受的 那次主要讲一些 真是很贴士的 但今天难得请到贵神上来 当然要主持自肥时间 当然要先讲一下波 讲一下体育 但是也要问一问 各位观众 很把握机会 有什么想问贵神 就不妨告诉我 让我再问贵神 有金生没有来世 这些机会 没错 首先讲了这么多 贵神 但是原来上季 我第一次听访问你 我觉得原来Peter看马 是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看球 我就知道你会踢球 就会了 但原来看马 因为很简单 今天真是不幸运在垃棚那里 垃楼那里 我以前就去那里上高 那个乐活道 以前不是叫乐活道 也叫布鲁活道 因为跟英文叫做 Broadwood Road 在那里 在那里 彭栏 可以看到以前的马王 好像空中霸王 和营火 一匹灰马 一匹祖式马 那时候我相信1953年左右 我大概九岁左右 因为我爸爸能进场 我不能进场 但是他很喜欢马 我又很喜欢球 两样都是他分导我的 喜欢球 就喜欢到 又喜欢踢球 又会做教练 做广队 广队 广队大家的印象 一定是最深 讲起球 贵神 我看到你穿着 一条车路士的波褲 但是你是不是车路士的粉丝呢 老实说 因为山道士是我的同学 山道士 香港那个山道士 他是以前在我母校读的 乘租 他就是 现在香港车路士 触国学校的前身 所以阿山 他的球队 他的学校 我也是捧他长 但是就不是捧车路士长 如果你说英式足球 我就因为做广队 都是讲足球 多了 因为我自己懂得做教练 当然是讲足球 那我就尽量是不捧任何一队 在我 在讲足球的十几个 就是专业讲足球 25年 我就没有说哪一队是特别喜欢的 但是如果有新人 有好的教练 打出好的水准 或者新的战术 一定 立刻和大家交代 因为大家都最记得 就是神奇 顶级 超畅 其实在讲足球的时候 我也作为一个主持 跟前辈在学习 没有前辈 这个我是 Peter 你的金句 从哪里来的 大家对你的金句 真是如痴如醉 自己的价钱 烧我的味道 有今生没落实 怎样 一早想定 还是那一刻 永远我做人 就不太懂得想定 或者懂得看稿 我喜欢是 即是即兴 即是即兴 那一刻就是 那一刻 因为我讲足球 讲得最多的时代 自己已经过了十岁 在看球 或者看很多表演 或者电影 听别人唱歌 各样东西 都已经看了三四十年了 也都 逢这些顶级的体育 或者娱乐节目 肯定是有评述的 肯定是有评述员的 他们来自香港 或者美国的 全部都是神奇顶级超卓 而我不是 在他那里便能学到 接着呢 刚才说的那些金句 有观众立刻问你 这个问题 我也觉得问得挺好的 好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没有速度不够快 和跑得慢呢 其实呢 这个呢 真正可能呢 就是你们香港人 叫那种 gag 是 为什么呢 但是你要突然间爆出来 和这个 墮进去嘉利仔身上 其实也不是说 特意是我冤枉他 或者 戴有色的眼镜去看嘉利仔 嘉利仔其实呢 是一个很好的防守球员 是一个很好的防守球员 其实他打中坚 打这个 右杂 好过右杂的 是 是 他 他 很聪明的 用过他去打中坚 差不多是 做一个包围的中坚 因为他是 很灵活 有足球的技术 就不是那些大刀阔虎那些 懂得拿回那个球 懂得用那个球 所以 他根本就不是说 他对着那些快翼的后围 所以 废障也懂得这个情形 如果你们有 就是球迷们 你们有记性 很多时候他打 是和史潭两个打 中坚的位置 双中坚 他变成了他不是说 真的有很快的 左右杂的速度 所以 我呢 就真的这次 可能我在 1963年至 我相信大约 15年前 胡人队 洛杉矶 胡人队 广播是 电堂级的 广播评述员 叫做 即是 现在那些 籃球的术语 拆你屋 入津 那些 slam down 这些术语 全部都是他发起的 但是呢 他有时候 我记得 他会 用同一样的意思 去形容一个人 或者一样东西 那嘉利仔 这个 计划 可能我对他 讲 波 和平述波 听到 入神 在脑里面 突然间 爆了出来 这样的 印象是这样的 印象 因为当我做教练的时候 我是比较小心 永远 如果我的球队 拿到12码 我就不喜欢 在后备上的老板 加上后备球员 和助教 或者工作人员 是已经很雀躍地 是 觉得我开心 因为你还未射 还未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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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刚才 贵臣也说了一件 就是 嘉利仔 踢中坚 你都要有废格信 废爵 去看重 就好像跑马 那样 练马师 有好马 我都要找个聪明的骑士 去跑 大家都知道 你和雷臣很聪明 很友善 雙臣 其实莫雷拉 大家都知道他踢球 如果你做领队 你会不会选莫雷拉 去做维子兽 射十二马 他其实曾经射 在竹总和马会合办的 以前每一年开来的 那个慈善赛 他是射过十二马 但是他是射失的 没办法 因为 第一就是 我们那场 是用回他的香里 宝罗 六尺 四寸的打龙门 去守他 因为始终 我们去摆 一队明星的球员 过气球员 以及骑士 下去 当然要出些有名 没有理由 找几个黄大仙 有球必应 有射必入的人 去守 不行 都要认真去踢 我那一队 我永远跟雷辰是对的 我那一队 很多时候 给他选择好人 但是不是他选择的 他不懂 有些是以前的球星 我去选择 不会选择好的给我 但是有一样 龙门 两队的龙门都会好 但是我必然 两个好之中 我一定是更加重要 选择个好龙门 所以那次 他射给保罗救到 保罗是打甲组的 打过东方 雷辰有一样 是比较 没有那么 可以打到 香港的职业 讲超乱 他可以打到甲组 因为他技术 各样东西 球技都很上乘 但是 他因为有时候 若然 跑完马会累 或者他不想 用那么多力 因为可能 过一两天 有马跑 因为他很专业 他不浪费自己的力 那就变成了 他力发千军 去用力射球 就不是经常 要看看 是否适合时间 这些是我们做教练 是了解到他 就不会说他 不懂得射十二把 如果你说他真的 要发力去轰 保罗 我相信射十球 也会入五球 也有一半 始终对面是甲组的龙门 没错 说起刚才 莫雷拉做骑士 很多可能都 跑马的时候 当然不会流力 摄身 那 其实你去选马的时候 你会不会 莫雷拉的坐骑 就是看了他的先 莫雷拉的坐骑 我就觉得 没有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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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taste 朋友都这么说 大家都知道 我又 跟着马会的规例 莫雷拉跟着马会的规例 完全是 不会说马 所以 尤其是 跑马那天 我更加 免得打电话给他 没骚扰他 没骚扰他 也知道他 很重要 每一天 除了选择完马 知道自己是配到哪个骑士 哪个骑士 跑哪个骑士 拿到什么的难 他会每天 花三个半至四个小时 去讨论马 那三四个小时 我相信任何人找他 他都不讨论马 至于 甚至 星期三跑完夜马 他没有办法 只要立即睡 他都会回去 看看那半小时 当晚的马 那八至九场 是骑成什么 或者有没有好的马 他可以 立即打电话 打电话 他打电话 告诉连马师 好 我会骑上你的马 下一次 雷神 如果睡不着 都看错了 你怎么看 没错 刚才Peter也说了一件事 很重要 莫雷拉人给你提示 Peter贵神 你自己量 你量度马 是怎样的准则去延度一场马 或者选择那只马 那只马 那个档 档 档位 看重 赔率 如果没有这三件事 真的好像盲佬 这个 卖马 那样 我觉得很难准 除非 运动 不会经常跟着你 对不对 所以 这三件事 是先决的条件 另外 就是说 可能 某些骑士 是热门 赢不到 某些骑士 或者某个尼玛斯 那些马 如果有飞 才会 杀马 那你真的要有很有忌性 其实 我相信 每一个 Punter 即是博彩者 他其实跟着他自己的一个宗旨 譬如你喜欢看我刚才说了几样 葡萄塔等等 还有这个 或者 如果你有好忌性 你会看 哪些猎马斯 或者很喜欢格萨 哪些猎马斯 是不管了 我有好马 就数尽他 然后换马 是不同的 有些猎马斯 为了喜欢他 是好分的 好分的时候 雷神奇 当然是不好分 但是 有时候你觉得 咦? 好像今年 徐宇石 两次赢马 他赢了三场 两次被雷神奇 大热门 都赢了 是的 那 没办法的 若然 马主要 真的想拉头马 想拉头马 那 你 而且你也季初 跑了十次马 赢了三场 差不多 如果赢了一场 真是害怕 何况今年 五班的马 又有新例 马亚计两场 是的 没错 刚才 Peter说了很多 他量马的心水 说起一样 赔率的问题 莫雷拉没有赔率 Peter 我也知道你和马亚很熟 我会马亚有赔率了吧 马亚有赔率 是的 如果马亚今年 他因为跑了十三场 如果你买他的马 是不用输钱的 因为他赢过马神奥运 马神奥运 又有胚子 他另外还有两批大冷门 所以那两批大冷门 跑到三三四四 我买三龙彩和四连环 四连环没有四龙彩那么破费 他是有钱 外落袋 是的 其实马亚踢球 你会不会见到他和莫雷拉一起来 他有没有跟你说 Peter 其实我也觉得香港好像没有马跑 好像 他不同 因为他试过捱过 在新加坡 新加坡现在的马 就是马云不是那么好 就是运作 现在 譬如在莫雷拉最红的时候 是新加坡 平起平 又不是能够和香港平坐 永远香港贸会都是最好的 那他呢 新加坡是可以赚到香港的三分一钱 如果你经常赢 像莫雷拉 因为他们整年都很少休息 新加坡只是休息两个礼拜 很多 每个礼拜跑两次 那变成了你是当地的骑士 你又骂骑 那马亚去过 新加坡还是试过冠军骑士 但是 一段时间是疫情的 那你说 那些奖金是多少 若然好像澳门那样更加少 是不是 那他来到这里 暂时已经是有 连连暑假都有半年了 他没有跟我 我给了我一个感觉 我感觉到他是想走的 很聪明 因为为什么呢 几个好像杜美尔 南非的 以及利敬国 他走了之后 频频都 这个是WhatsApp 或者 Tax我 想回来 想回来 问一下这段时间 有没有骑士方 就是小骑士 但是因为他们走得 是比较特殊一些 就不同 就是另外有些骑士 那变了他们回来的机会 就暂时挺渺茫的 所以 因为现在南非 以前南非 可能有香港五分一的收入 现在变了十分一 因为他们那些奖金 实在是很弱的 相比香港 香港真的很高 就是你们 我看你们那个 夜晚黑播出欧洲的马 这个 梁浩然也告诉我们 就是那边的奖金 很少 天欧洲疫情 但是在那边 生活环境 以及屋 各样东西 车便宜很多 所以 他们如果觉得 好像国能那样 让一些儿子大 回到英国 读书 他又在新市场很熟 又在外人很熟 他回到去 他不会太过差 是 刚刚国能 早几天都在英国 赢到马 说起这个 就有观众问 他突然说 问一下足球 因为刚才说起 就是 回回来 外回家 施浪今年都外回家 回去 红魔鬼曼联 肯定是万迷 这个球迷 是的 曼联今年 你觉得战绩 会如何 他们能够邀请到 施浪法恩尼 是两赢的 好了 战绩暂时 就不是说 真是 和 我刚才说 两赢成正比 智 因为 可能真的 苏斯克查 一般在英国 TEC 和英国 教球 英格兰 他的功夫 是不及荷兰 德国 还有很多 葡萄华的教练 那些教练 那些教练 真的高深很多 那些战术 因为 当他们有战术 教的方式 又能够令到 那些球员 咦 是的 我在英格兰 或者在爱尔兰 或者在一些 比较低B的地方 都收 那些教练 那么有料的教练 教练教我 那他们就知道了 哪些是好教练 所以 好教练 我觉得 苏斯克查 最多是私家 好 他能够用得到 施浪 保留 那些 帮他 好像那些老马 那样 柱火 不要用到他尽 有时候用他 打正前锋 开始 看看对手 混合 看看今天 什么对手 或者是 有些比赛 就是说 跟对方 如果要劲累 跟他斗 一个小时 剩下最后三十分钟 放他下去 你记不记得 以前拍金 打阿仙奴的时候 阿仙奴 可以 若然懂得 苏斯克查 懂得用他 而且他又 保持着 好像以前 那么好训练 就是练球 那么职业化 玩完完 他是可以在 英格兰 在曼联 可以踢多两三届 踢多两三届 踢多两三届 所以就是说 苏斯克查 如何用他 是很重要 那 何解 我觉得这一件 很重要 就是因为 所有运动员 一过了三十三 你那些 就要看教练功夫 如何用他 就是你要当 就是你要 差不多深入 他的身体里面 你了解到他 咦? 他已经 用了很多 那不能够 在场上 用得太厉害 你刚才说到 苏斯克查 就是私家教练 但是导演马上问 那阿迪达呢? 阿迪达? 我导演是阿迪达 阿迪达 我导演是阿迪达 比阿迪达 比阿迪达 只不过 因为 他的师傅 就是 哥迪奥达 所以 很多人 就觉得他很好 我问你 阿迪达这几年 就算他们 没有了很多好人 或者 云加走了 都不止是一支 有阿迪达 那么漂亮的球场 在伦津的北部 水准打成这样 对吧 对吧 做一个仙奴球迷 我也是 是的 有时候都看见 你看看现在 Tucco 有些人叫他做Tucco 有些人叫杜曹 就是车仔的教练 车路士的教练 他一去到车路士 他就好像五年前 那时候干地 那时候 他懂得 用哪个好人 而其中一个 最重要的棋子就是 我觉得 当今 他们法国人都认为 是最好的防中 简迪 简迪 因为有70% 是简迪覆盖的 没错 那些传媒 还有刚才桂晨说了 杜曹经常被传媒形容 就是找到球员那本说明书 他很多都适用得回 说起 你送中球比我更多 不要这么说 我也是看Pieter 你讲球我才懂 而且 因为看着阿仙奴赢不赢 结果就是这样 那也要说回马 因为刚才就说了 教练很重要 阵上的发挥 就是球员本身 等于骑士上去骑的时候 你刚才说了 保持运动员的心态很重要 你刚才说 跟莫雷拉和马亚很熟 但其实他们私底下的 性格是怎样 还有之前也听说 莫雷拉有时都好像说 刚才跟你谈的 莫雷拉好像都透露过自己 有一段时间都很大压力 其实 莫雷拉因为大压力 主要一 他是高处不胜寒 因为他在新加坡 有些人叫他做 Magic Man Magic Man 在香港 又一来到 没多久 又拿了三届冠军 是 当你拿了很多冠军的时候 你变了很多时 你的马 其实那只牛 赢不到的 都没有赔赔 都没有赔赔的 热的 又更加是 佛味 当你匹马 那么乏味的时候 其他 即是有些 是冷门的 杀手 又 趁你这个 太过热的时候 去打赔 就算我输给你 这个 比赛也很分 至于他 我刚才说 他还了那个 就是有点疑 好像 Brius 就是奥运那个 美国的女体操代表 是的 有点心理的阻滞 我刚才也说过 高柱不姓韩 永远 当你去到最高的时候 你不能再去 你只有下 但是 我们香港人 就不给机会 那些去到顶级的人 吐气 但是其实是要的 做教练 一个有分量的教练 或者是一个 莲玛斯 一定要了解到 喂 不是一个人 赢了就是好的 他总 然后是尽力 其他 是跟他的同僚 他们那些 也不是说太差的技术的时候 拿到成绩 或者次数 不够莫拉赢了那么多 但是 那个赔率是好的 对不对 所以就说 当你不是去到高的时候 你不会受到 很多舆论界 或者 因为买摩尼拉大业本 而输大钱的人 这个是埋怨他 你知道了 很多香港人 就是 赌仔性赖 那 输了 当然要找个人出气 不会说自己眼光异 不是的 但是其实 每天一季跑八十八 一个星期跑两次 你常常想骂人 常常想埋怨 你不如快点想想 下一场 和下一个赛 rub一托那些靠 仔练 给些心提务 给些心急造 gern 但是 人民并不喜欢 这样做 那就没有办法了 球也是 球我不知道教 星期日說下雨,貴神,你有沒有想到一些好東西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呢? 還要歡頓庭賽,莫雷拉有沒有跟你說,我進贏,Peter? 沒有,因為這件事,我這個禮拜跟他通過電話說 本來今天有一班是香港會的西人,斯文的,年紀大 還有這個陳國泰先生,王者精心馬主 王者精心馬主在香港會的領場,即是說超聯打的領場比賽 他有問過我叫莫雷拉去踢陳國泰先生那一隊 但是因為莫雷拉就回覆了我,他說 我是要有時一早就有了藥,那最好 因為如果他沒有藥,我就要七點鐘帶了他去開播 我才來做一個節目,所以變了他不踢就OK的 但是這個老實說,他有說他非常好,心情很好的 腳、患、各方面都沒有問題的 他說下個星期可以踢,我找到很長 如果他停下雨,我就要約一些適合的隊和我們打 即是莫雷拉現在的狀態,那星期日的賽事 你有沒有選到他的心水? 由於星期日的賽事有很多因素,我還沒有收到 我不想說一些無靈兩可的說話 我覺得就是在接下來兩個賽馬,一日一夜 他可以追回潘頓那四場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有得分和有得博彩 我就喜歡第八場 第八場就是泥地,二班千二米 若然莫雷拉那隻精靈勇士 好像他去年第756場那一場 不是熱得很重要,但是輸了在泥地 那一場的話,這一隻通常就是膽 是個十二檔,但是十二檔 照計跑千二不是大阻礙 夠快殺到貓利 但是如果你們想想打招 我就覺得這一場是大亂局 最多我找他的精靈勇士 拖我下列的幾匹 審查成有兩匹 超霸神區和知道再勝 知道再勝看來一定是好分的 兼格的檔也很好 又輕磅 輕磅 就是七號碼 至於六號碼文明之星 蔡明紹 其實最近是有造型的丁冠濤馬房 又拿到三檔 而去年七五那場是贏了 今年又熱身了,輸了 這兩匹就是冷滿泥 另外一場如果你要拖一兩隻 我也介紹拖華人的騎士 會比較好分,而且兜之如空 第八場除了莫雷要留意之外 六七加上華盡座 大家要留意 當然除了一些今天的心水之外 有什麼心水想留意 關於Peter的心水 也可以留意他的YouTube頻道 多謝 再次歡迎 還有多謝我們今天的嘉賓 Peter王興貴 多謝Peter 多謝你的邀請 還有最重要是多謝你的收看 祝大家平安 星期日就多贏 有機會再見 拜拜